一切准备就绪 我们先出发 先去柴窝堡吃个腊子鸡 再书 来到柴窝堡 这个腊子鸡一条街 这种玉啊 我们找玉兰家 玉兰玉红 春花 就到这儿吧 我能帮你的也就这些了 玉子味的 我们先找个地方 这地方还挺大 好嘞 好我们现在去这边 金玉兰总店 他们家这个腊子鸡 据说是好吃的 反正各有各的味道 有人又推荐什么 一号腊子鸡 然后还有这个旁边的玉棚 也有人推荐 全部停电 对 全部停电 这一片 然后现在就 你们这个火炉都是用电的吗 烧烤鸡 然后烧的煤 没电 出油烟鸡 人家用的是电 而且出油烟鸡 也是用的电 它一般没电 根本就做不了 它火的都没有那个劲 好吧好吧 停电 停电 停电了 把这全部 肉组给蓝蓝弄的新造型 嘿嘿 但它用扎头发的小皮筋给它扎了一下 乖蓝蓝 你就在车里边待着 给它窗户打开了 然后抽风机抽着风 然后把这个遮阳的挡住 这样这个房车里边就不会闷了 终于是来电了 终于是来电了 我们现在来到葡萄沟 再点菜 从去年一直到今年 终于吃上这个财务部的垃圾鸡了 尝一尝 这个垃圾鸡和贵州垃圾鸡有啥区别 我觉得更像四川垃圾鸡 但是它这个垃圾鸡不是那种炸香的 就炸干的那种 对 还用的是新疆的腊皮这种这样的垃圾鸡 味道来说的话还好吧 因为我就不太爱吃四川的垃圾鸡 所以说这个垃圾鸡的话就裁裁了 干单的 对吧 对 感觉还是欠点 这边吃一个好饱 但是对于我这个贵洋人来说的话 这个垃圾鸡我觉得还是贵洋的好吃 西瓜咋卖 三块五啊 贵了呀 三块钱 买多一点 买多一点 这一排全是垃圾鸡 我们对面也是垃圾鸡 过了三重检查 现在最后一层 先是测体温 然后面部识别 现在应该是检查车辆吧 对 然后前面就是乌鲁木齐了 马上要进乌鲁木齐 前面这栋金色建筑大家熟悉吗 对了 我们又来到了皮牙的那是 思来想去啊 只有这边停车场最大 最适合停房车 然后还能有水电 所以说我们就还是来这边住车了 询问了一下这边 新疆大剧也没有复工 所以说他们这边停车场就没有启用 然后房车营地已经没有用了 已经断电了 这下就麻烦了 这是我们新早的停车场 苍吉这边的森林公园停车场 我们就两辆车两辆车的 应该停 这个肯定围不了院子了 主要是这边有智能充电桩 但是直流点 然后还废弃了 因为那边不让进 这边也不让进 整个这里边就不让进了 找到停车位了 现在先回来吃点西吧 一会儿我们就搬过去那边 我们已经把车停过来了 但是那边的话还是不能接水 但是我们自己拿盆去打是可以的 接是不让接 它只允许在里边用 然后月龙在修洗衣机的那个师傅来了 再给他修洗衣机 你看月龙的东西 我的天 简直是太多了 所以身心房车还是好 能装 你看 卸了那么多 里边都还有那么多 真的能装 比我们这车能装多了 小小小 我们现在把这个桌子啊 那些东西 你干啥 又掉下去了啊 把桌子啊 这些架着 然后在外面直播 因为现在这个房车里边太闷热了啊 我们完全都不敢待在房车里边 我们所有的人全部都在车外 然后月龙的洗衣机成功的修好了 就是里边的一个阀堵了 就是秋黑秋黑的 完全堵了 精水阀 给它拆了就可以精水了 给浪漫抓住的狗粮 那些都是肉鸡来的 坐好 坐好 就是狗不行 好 好 看看 这还有一包 狗粮 你啥时候来呀 小袋里面装的散装的东西 你拿三十块 有圆圆的 空袋子不要了吧 这个吗 不是不是 有包散装的 你老是要掉啊 这个 这个 好 现在开始帮月龙收拾 什么叫装备龙 看到了吧 这么大个箱子 这个比我们那个房车的空间要大得多得多 但是都装满了 对 这时候太厉害了 大个天呐 今天买了好几个西瓜 再切一个 我和月龙一人一半 看这么切吧 怎么怎么放好放一点呢 这样切吧 看看这个瓜怎么样 感觉还可以 还行 嗯 甜 这个要比 今天下午我们吃那个甜 吃播完毕了 吃西瓜 今天晚饭都不想吃了 月龙已经开始进去洗澡了 我呢也在 也在加水 又挤了两桶 好嘞好嘞 谢谢阿姨 又有两桶水了 太好了 一会儿就可以加进去 哦 一会儿吃完西瓜 洗澡去 真舒服 这个时候啊 如果再买一个囊 那就太爽了 可惜没有买 明天一定得去买个囊 背的 吃完西瓜 吃个囊 太爽了 囊泡西瓜 就走去房车里边洗澡了 我准备倒视频 做做视频 我实在是不敢在那个房车里边待着了 太热了 我就到外边吧 这样好歹凉快点 这个时候正在做着视频 然后 吃个喝冰棍 推出的电风扇 简直太爽了 啊这边天气确实有点热